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第一 早幾天 香港連續23天沒有本地個案 接著就破工了 有幾宗在荷木樹 有幾個人確診過 這個斷籃之後代表了什麼呢? 是不是代表疫情又會再來呢? 有很多專家說有隱形傳播鏈 究竟為什麼這麼多天沒有新證 突然間又有什麼是隱形傳播鏈呢? 待會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和大家一樣 就真的有點失望 因為聽到二十多天都已經沒有新證 突然間又有幾宗確診的案件 這樣下去的話 是不是沒完沒了呢? 什麼時候才真的可以新日放鬆呢? 這麼多天都沒有這些案件 是不是病毒已經差不多消失了 為什麼呢? 總是會突然間走出來 究竟從哪裡走出來的呢? 我和大家解釋一下隱形傳播鏈的原理 因為這個病很多人是沒有什麼病徵的 比如這個人這樣算 他其實帶著病毒 比如紅色這些就是病毒 他完全沒有病徵的 他就會傳給另一個人 如果這個人感染了 如果他的病徵又很輕微的話 其實他又未必說真的會看醫生 因為很多時候 比如說 我都是傷風感冒而已 或者是很怕去醫院 這樣吐一下 你知道這個病其實大部分人都算是輕症 他吐幾天分分鐘就好了 但是這個人會有機會將病毒 再傳染給下一個 剛好這個人可能也是病徵很少的 變成他又是有少少病徵 這個人又是沒有去看醫生 覺得沒什麼 變成在這段期間 這個時間裡面 完全不知道社會裡面 是有人感染了COVID-19的 變成了這段期間大家以為 一直都沒有再有新症 那我們就安全了 但是其實 這些人仍然在 其實是有人感染了 不過就沒有被發覺而已 這些沒有病徵的人 難道只是傳染一個人嗎 其實不是的 他的病毒有機會傳染別人 但是這個人 他就戴足口罩 就算有接觸這個沒有病徵的人 也做足預防措施 變成病毒就算嘗試感染這個人的時候 都感染不了 好 反過來 這個人就沒事了 很開心了 第二個人 甚至第三個人 其實是一樣的 即是說 他們雖然病徵沒有什麼 他的病毒一樣會傳染其他人的 但是這個病毒再碰到其他人的話 這個人就很厲害了 他洗手做到足 或者手很乾淨 閃閃亮的 就算有病毒 也傳染不了這個人 但是過了這兩步之後 這個人就最終傳染到 這個就是那個婆婆 這個婆婆就不幸運了 可能抵抗力藥 怎樣 他就真的會發病了 即是發了高燒 很不舒服 這個人就最終去了醫院看醫生 驗了出來 就知道他帶著COVID-19 他臭的孫子 孫子又感染到COVID-19 和她的老公 老公一樣會傳染到 變成了 有一個小型的爆發 牽涉到三個人 但是是不是只剩三個人呢 大家要留意 其實不一定的 可能婆婆年紀大了 記性沒那麼好 其實他有接觸其他人 但是醫生問他的時候 可能不記得了 他一樣會將病毒傳染回 這個人不幸運的話 他又是沒有病徵的 如果沒有病徵的話 他就可以重新來過 在社區那裡不斷傳染的人 所以這個隱形傳播鏈 就非常之難去完全去排除 我想指出的是 如果大家能夠做得 戴口罩 或者洗足手的話 即使社區裡面 有這些沒有病徵 小病徵 那些帶著病毒的人 其實都沒有那麼容易傳出去 好像這兩個人的話 如果他沒有戴口罩 沒有洗足手的話 這兩個人都會感染了 這兩個人 可能每人就再感染兩三個人 這樣就會變成一個爆發 所以其實都是那句 口罩洗手那些做到足的話 即使我們有這個 在社區裡面 有些隱形傳播鏈的話 我們都能夠抵擋得住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不用灰心 不過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可能這段時間 偶爾就會有這些情況的爆發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 怎樣去預防這個病的傳染 如果我們做足這些預防措施的話 應該那些爆發 就不會大得很緊要的 或者比較長一段時間 已經沒有個案 大家可以稍微放鬆一點點 如果真是不幸運 好像南韓那些 有些人不生性 又引發一個爆發的話 立刻收緊 堅持下去 等到有疫苗的話 疫情就真正為之完結了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這些影片 記得留言 按LIKE 以及記得訂閱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